在娱乐圈中,有李温的美女不少,像如今大伙的佟丽娅,小公主许晴,嫁给脱脚富豪的女子,她们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。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,也是一位李温美人,她就是演员江山,江山因为和王志文搭档过把影而大火,两人随名戏生情,但这段感情却并没能长久,在分手后不久,江山便嫁给了高曙光,并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不过这段婚姻仅仅只是维持了八年的时间,离婚以后她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生活,而就在这个时候,她和晋东一见钟情,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,两人也开始计划着结婚。 然而女儿却是极力反对母亲再婚,甚至让江山在自己和晋东中间做出选择,爱女心切的江山自然是放弃了和晋东的这段感情,考虑到女儿的情绪。 江山自此再也没有谈过恋爱,她实在是害怕女儿再次反对,重蹈和晋东的覆辙,于是她一心陪伴着女儿,拒绝任何难事的追求。 51岁的江山如今仍旧是非常的美,女儿参加节目她也是一直陪伴着,简直是中国好妈妈,而网友却是吐槽她的女儿太自私,只顾自己不顾妈妈的幸福,对此你怎么看?